啊 你要的证据 赵哥 这枪片错了从香港掉了 错不了 而且他们现在打算要报 主任 就算军方否认 其实也报不住火了 好吧 既然查证所是那就报吧 你去补片专题 所以那就给生主扫兜片 好 要报你报大的 是 主任 好 喂 医生长 我造养 报告总统 院长到了 总统找我 好 院长 请坐 坐了 院长 是有关于大陆偷渡客被门死的事情 主任 有什么问题吗 前方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现在媒体追得很近 我们必须知道是谁下的令封死船舱 过去警备总部一直都想处理的 不然那些偷渡客会再跳海 再游上岸 之前发生过很多次了 总统 这次这是个意外吧 院长 二十几条人命怎么会是意外呢 如果这个事搞砸了 跟对岸怎么谈呢 主任 我们跟共产党 没什么好谈的 院长 时代不一样了 对岸也在变 这不是两岸的问题而已 在国际间也是法律问题 人权问题 不处理对国家形象不好 副总统 那边 从来没有当我们是个国家了 二十五条人命绝对不能当成是意外 何况他们是平民 不能因为国共势不两立 我们就泯灭人性 让国际来攻击我们 老高总统 我会请警备总部立刻展开调查 在最快的时间提出调查报告 到时候该办的就办 该惩处就惩处 总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先回办公室 好 副总统 请 懵呼了 懵呼